如果这个地方得到年次的话 可以统计什么? 比如说想知道这个会员里面 哪一个年次的人最多? 占比例多少? 这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你没有这个蓝位 你这个报表都做不出来 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增加个蓝位 蓝位名称叫年次 颜色改一下 这个用常用的刷子刷一下 然后抓它几年次 可是你用Labs也不OK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它里面,实际上如果你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它实际上是29846 那你想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它原来是 它是跟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可是它为什么会变这样? 因为它有格式 所以我如果要把它取得我要的 第一个 按滑鼠右键 第一步请你先切到制令 反正以后你要让它变成真实的 你看到东西要变真实的话 你第一步请你先把制定里面的这一串东西 复制一下 你讲说这我看不懂 看不懂没关系 不重要 复制就对了 第一步复制 制定复制取消一下 二的话 请你直接插入什么 刚刚那个test函数 那test函数要做什么? 第一个你可以给它两个资料 value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什么? 你刚不是复制 贴上 请你先打两个双 移到中间 贴上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 你原来的资料过来 是这样子的 经过它的format test之后 它里面已经变成这样 有没有 就是什么?你现在看到的 它就帮你转成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就对了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们按确定 我要取前面两个字对不对 那怎么取? 很简单嘛 确定喔 现在要前 我很简单 我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最简单方法 你干脆 直接打laps 算了 因为这个其实 laps 前刮胡 这个资料 要取两个字 后面逗点一下 两个字 意思是说从前面取两个字 后刮胡一下 ok打个勾 有没有 向下填满 全部有没有正确 七十六六七五五八 全部正确 有没有 ok 但是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取过来的 里面是文字还是数字 对 它里面现在为什么? 靠左对齐嘛 对 所以喔 如果你将来 你想要怎么样? 拿这个资料 来做什么? 做那个枢纽分析的时候 那枢纽分析 因为它如果是文字的话 它将来要把它群组 比如说几年次几年次分在一起 因为它是文字 群组一定要数字 就不能群 那怎么办? 你要先怎么? 把这个 外面再转换成数字 还记得吧? 我刚刚有示范 对 就是value包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在等号后面 你再加一个value 这边 打个value 其实你大概打个v就出来 点两下 它会自动帮你加value前刮五 你再补个什么? 补个后刮五就可以了 再打个勾 确定打勾没有错的话 它应该会靠左还是靠右 打勾看看 有没有发现? 马上可以看出来 所以其实如果一些细节你都注意到的话 那你就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年次这个栏位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插 假设老板想要统计 如果老板说 我们在这个会员里面 哪个年次占比最大 你会画个图给我看 老板当然最好是你给他很傻瓜的图 一看就最好可以看懂的 图一定是最直接 所以你给他看数字他觉得说你这 你会帮我画成图 所以哦 枢纽分析表有没有 这个范围 它选错了 你看 它这个因为上面有一个这个说明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说明拿掉 这个会干扰到 把它砍掉 再插入一下 枢纽分析表 或者他会把那个上面也把它 那再来的话 你就直接把那个年次 这个栏位放在列 让它统计 然后再把年次放在值 意思就是帮我算几个的意思 如果你值里面 假如说放的不是数字的话 它会帮你算几个 但如果你是数字的话 它会帮你加总 不对啊 它这边变加总 所以加加了58 不对啊 几个啦 所以这边点这边一下 值的栏位设定 把它改为什么 项目个数 不要加总 因为它以为你是要加总 没有啦 我要算几个 好 58一个 59一个 然后呢 61两个 63 最多好像是 71的最多 有没有 但是啊 如果你把这个数字拿给老板 看老板说 拜托 你可以帮我 十个 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 那看比较清楚 所以你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边按右键 它有个所谓的什么 组成群组 有没有 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从50年次 开始 结束的话呢 就是应该到多少 应该79吧 然后呢 每 监据值多少 50到59 然后60到69 70到79 刚好知道 10嘛 这样OK了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看得出来 七年级生 占比是57个 有没有 六年级生 41个 可是我给你老板看 老板就觉得 你画个图给我看好不好 OK 然后这又有枢纽分析图吗 好啦 你要哪一个图 直调图好不好 好 OK 马上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有没有 这样一目了然 如果老板说 你刚才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例 我如果今天我按右键 变更好了 如果比例的话 就圆形图 有没有 圆形图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看哪一个最多 就这一个区块 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怎么样 再把这个你要的区块 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点 这一块最多 甚至我上面那个 假设不够清楚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上面的 它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格式 有没有 新增标签部分 你可以再让它显示出来 把它细部分 你可以在自己 再去做 这个项目上面的设定 这边新增项目 在这里 设计里面有一个 甚至你可以资料标签 你可以装点外侧 有没有 这边会显示几个 甚至你可以在 这个标签上面 你还可以再 显示出看 要有没有标题 图例等等 可以把这个图 可以再做得更漂亮一点 OK 那可以很快出现 如果简单一点的话 当然你可以 就是用个 其他的图形 折线图不适合 可能就是用个 所谓的那个 横条图 直条图等等 或者把它变更一下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再把重点 跟各位 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利用TES 先增加年次部分 那年次部分的话 要特别注意 第一步请特别注意 你要先把这边的 这个格式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制定一下 把这个不管怎么样 看不懂没关系 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的这个TES 这个TES 特别说 这个是Value 这个记得双引号两个 把它移到中间贴上 这样就OK了 然后外面再用Labs 取前两个字 外面再用Value 取那个 它把它变成这个数字 再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你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切还给各位 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栏位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枢纽分析 如果你没有这个栏位 说真的 你后面枢纽分析表 即便再好用 你也做不出你要的这个 这个这个 报表 跟你要的这个图出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